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NYE 那今天是禮拜四的晚上9點 終於是開了這個新的世界副本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進到下層的這個副本去玩 那這個下層的副本的話可以看到 因為伺服器前201到400的人會在這個小地圖裡面 所以這個圖裡面最多有可能就是同時有200多個人 不是200多個人 因為它是各個服務器的這個排名會在這裡 所以這個服務器的當下人數會有非常的多 你可以看到就是在這邊你要刷怪的話會有非常多人 那它配對的是會其他服的幾個服務器這樣子 所以大概最多會有800個人在這張圖上 那這也就是導致說如果你要刷怪的話 就是有可能會被砍 因為你如果單是掛著刷怪呢 我這一次的副本時間裡面大概總共刷了兩個小時 雖然中間有死了三次 那後面給大家看到就是我大概農了13000的這個新出的這個代幣 那這個勇猛助幣呢 它大概就是你殺人跟被殺都是會拿到1000 所以如果你自己在這個圖有空 然後有看到那種在掛機的就可以考慮去把它們清掉 只是因為這張圖裡面大多數會進來的人的這個戰力就是已經在伺服器裡面是比較前面的了嘛 所以不太會存在就是有那種小號的情況發生 那因為今天掛機的這個時間點我剛好手上有些事情比較忙 所以我沒有很認真的在這個圖裡面 那所以就是沒有注意到就是被砍死了兩次這樣子 那這邊也可以看到就是進來的話會有各個服務器的跨服的一個戰場 像他們有一些有組織的是會直接去吃那個BOSS的 不過跟我們這種閃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我們就在邊緣稍微農一農 然後看有沒有機會就是爆點裝備然後不要被砍死就行了 那當然在這個副本裡面啊 其實如果你自己手動有空 然後而且你的戰力又比較不錯的話 你還是可以大概去從大家龍怪的位置中去找到一些人來殺 因為你肯定會跟龍自己差不多比較相近等級 或者是龍比較快的怪 然後最好是不要敵人的團太多的地方嘛 所以你就可以去稍微轉轉 從46到49然後還有52級的這個部分去晃晃 看看有沒有一些人在那邊掛著人 那如果他是人在的 我是建議就不要打得太深入啦 因為大家都在龍怪的話就是你沒有那麼容易殺得掉的他 昨天死了幾次也都是就是一團人在親人 就是也沒有太有機會說就是 因為我就是掛著然後做其他事情 然後手上沒辦法太多人去玩 那就是可能他一團人就過來啦 直接把我們人全部親完 所以昨天死了幾次也就是比較沒有辦法 然後就是直接就被人家殺了這樣子 那這個在最後的部分啊就是我有看到有人說 如果你是在這個副本裡面找NPC去換東西的話 他可以選擇的東西會比較多 所以你們可以考慮在這個副本裡面 如果說你之後有囤到一定的材料數量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副本裡面去找裡面的NPC換 也許可以拿東西比較多 那我最後後面那邊呢會給大家去來看到 如果是在副本外的部分NPC一覽可以兌換什麼樣的東西 那這就是以上本期的這個新出的世界副本的介紹 然後我們這邊也快進到就是最後說 我今天農完這個副本的收穫 其實現在已經是這個副本時間結束 然後你可以看到有一堆人也跟人被傳出來了 那這就是這一次的副本的一個部分 然後我們來看到就是在這一次農完之後呢 我們是農了這個1萬人的這個原木鑄幣 那原本是農了1萬人被砍死了三次 所以掉了3000 然後東西的話是掉了三個這個成長資源 那收益不算很好 但也還行 你掛兩個小時有大概跨100鑄 所以也不是太差 那看之後有沒有機會在這個副本裡面 農到比較好的東西 那最後就是這個 那個有猛助幣一攬喔 那你已經看到 就是為了這段時間才注意到 就是說有人說 這個商量裡面可以換的東西會比較多 那你可以到時候去比較一下 或者是我之後影片可能會比較一下 就是說這樣這有什麼這樣的差別 那大家有機會就是去把這個副本的這個農一農 可以再做一個自己能力的提升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個新世界副本的介紹 然後希望大家會喜歡 好那我是王阿姨 我們下次再見